大家好,这里是小强日记 很多朋友问我,我的桌子是不是宜家了 我今天特意搜索了一下,宜家的桌子太高档了 小强的桌子是小强自制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平常我接触最多的地方,我的办公桌 大家看到了我的办公系统,一共有三个家具组成 一个小立柜和一个挂室书架和下面的桌子 我的挂室书架是我在某电商平台买的,是35块钱 我看了看是高密度版,怕炒,也用不久 所以我用三角铁加固了一下 还在每个木板接口的地方抹了专用的胶水 这样可以系防水,还能稳定很多 因为它自带的挂脚是塑料的 我害怕它哪天掉下来砸住我 我又买了两个金属的挂脚 现在目测很坚固,但是不敢恭维 旁边的小立柜就更有意思了 那是我65块钱在某电商平台买的 质量还OK,都是高密度版 我买它的原因其实主要是为了挂我的竖屏显示器 因为小强是做技术的 经常需要看教程和比对代码 需要两台显示器 如果都是横屏,方便了收看,却看不了几行代码 所以小强有一个显示器是竖屏的 讲完了显示器,我们来讲一下台灯吧 这个台灯也是小强自制的 大家先欣赏一下 是不是感觉很low啊? 别看这么low,我考虑很多 比如灯泡上面,我故意用铝胶带做了遮挡 只留了一个小口 是为了能够加班的时候 光照不影响到别人休息 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台灯上 还加了一个很牛逼的功能 我感觉非常实用 就是可以调节灯光亮度 还是遥控器调节 是不是很牛叉的样子 台灯的旁边是我的智能音箱 除了叫我起床以外 还可以在我一个人需要释放压力的时候 美美的来个音乐 还能在我孤单的时候问候一下我 最主要的是 还可以问他一些你关注的问题 就可以不需要打开电脑查询 接着我们就该进入主题了 就是我这张主办公桌 这张桌子老有历史了 容我慢慢给大家讲 那时候我十八 他也十八 都是南宫羞涩的年代 我和我心爱的人搬到这里 幻想着自己能有一个小窝 和对未来的憧憬 逛遍了所有的家居城 但是不是不合适 就是价位付不起 我看了好多的桌子以后 决定和我认识的汉宫二狗子 一起做一个 于是我们画了图纸 开始制作 第一板的桌子 前面没有两排横称 我经常一拍就弯了 有一次 朋友不知情 屁股一坐 彻底报废了 这是我的改良款 里面有一根树称进行支撑 外面我加了两根横称 还加了一些小树称 这样远远增大了承载力 小强在上面打个拱都不怕 现在小强两百斤 你看看这桌子 闻丝不动的样子 是不是很牛叉 这件事告诉我们 简单的事情不一定简单 要停于思考 才有发现 才能成功 上面这个面板 是我们不要的一个床头 拆下来的 我裁成了桌子固定的长度 放在了上面 因为是实木的 很厚实 感觉很牛叉的样子 也给小强一种 稳稳的踏实的感觉 桌子下面和大家的桌子下面 都一样 接着再让大家看一下 我整个办公区的全部 这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 可以留言告诉小强 喜欢小强日记的朋友 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